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周六 封面雖然逐漸北臺 遠離臺灣北部海面 不過西南風仍然帶來濕暖的空氣 預計全臺將會連續六天降雨 在對流雲系發展旺盛的影響下 週日中午過後 不少地區開始下起大雨 尤其在南投草屯 一個小時就降下超過一百毫米的雨量 地外地區的排水孔 來不及消化過多的雨水 也造成部分積水 而且流入民宅棋樓 由於雨區持續擴大 氣象署也在昨天下午四點十分 發佈十六個縣市的豪大雨特報 草屯鎮午後的暴雨雨是驚人 幸好之後雨勢逐漸趨緩 沒有傳出嚴重災情 根據統計 週日雨量累積的前六名都在南投縣 前五名都超過一百毫米 而草屯更以一百三十毫米的累積雨量居灌 氣象署表示週一到週六封面較近 稍稍北臺 而且西南風增強 預計全臺將連六天降雨 中南部有短暫震雨或瞬間大雨 其他地區則是午後局部短暫雷震雨 記者綜合報導 雖然公路局努力搶修 預計在明天搶通 但是裡面的店家和攤商 端午節連假 生意遭受衝擊 有的甚至直接關電 暫時休息 包土機來回不停地挖 一旁吊車也將大大水泥塊 一層層疊放在山壁邊來做固定 基隆市朝進公園的北寧路臺二線七十公里 處三號發生山崩 造成交通雙向阻斷 在工程人員努力的趕工下 已經順利完成第二階平臺土石清運 並持續加速清理中 就在嚴重走山後 除了民眾用路受到影響 包括朝進公園裡的店家 還有附近的攤商生意都受到衝擊 儘管端午假期仍有零星的遊客到海岸邊 看海拍照 完全沒有受到影響 但仍有火鍋店 業者無奈表示 過往用餐時段座無虛席 現在不僅沒客人 業績還掉了超過五成 還有業者直接關上門暫停營業 根據公路局的規劃 九號土石清空後 十號將對邊坡設置緊急防護設施 而且因為道路破損必須重鋪 預定十一號 才能正式通車 記者 吳耀宇 邱福財基隆報導 臺北市萬華 昨天發生了疫情命案 六十八歲的陳姓男子 疑似不滿被催繳租金 持刀砍殺了七十八歲的嚴姓二房東 犯案之後是逃到了新竹 最後決定打電話向警方來自首 而根據社會局的瞭解 兩人都有在獨居老人的列測名單當中 已經請社工協助警方釐清案情 陳姓范賢身穿藍色外套蹲在路邊 新竹警方接到自首電話前來了解 他說剛剛自己殺了人 從臺北犯下命案 搭車南下回新竹老家 但自知法往南逃 決定自首 新竹警方半信半疑 通報臺北市萬華原警 結果在明河街公寓二樓 發現七十八歲的嚴姓死者倒臥血泊 已經沒了呼吸心跳 警方研判 兩人疑似因為租金問題起了口酒 死者因為失明無力抵抗 被砍十多刀 命上住家內 根據社會局瞭解 兩人都有在獨佬列測名單中 已經請主責社工協助警方釐清案情 臺北市警方久後下午到新竹將陳姓范嫌帶回臺北 由於他拒絕夜間偵訊 警方將繼續追查 釐清犯案動機 全案朝殺人罪嫌方向爭辯 記者 陳冠勳 朱鳳之吳其稱 綜合報導 讀報時間來看到 中國時報是 新冠疫情過後 國內發展取緩兒童 人數是大幅成長 二零二三年 已經突破了十萬人大關 導致各大醫院聯合評估中心 以及語言治療 嚴重賽車 而聯合報是提到了 桃園市府在三月 廢止了三家固體再生燃料SRF發電廠 進駐桃園科技工業區的許可 業者不滿 提起訴願 而經濟部在上週 撤銷了市府的處分 等於是這三家業者 都可以繼續設查 而這也引起了 地方的反彈聲浪 自由時報時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 八號訪問法國 與法國總統馬克宏會晤之後 發表了聯合聲明 表明將要捍衛印度太平洋地區的自由航行 透明治理 以及公平貿易 顯然將矛頭指向中國 而看完報紙的重點 繼續再來關心 中共對台不斷施壓 八號下午 還有中國的商用無人機 飛到了金門 馬山觀測站附近 投地傳單 而金防部確認 中國的無人機沒有飛到營區上空 將會持續來盡控 中共軍機艦持續擾臺 國防部最新公布 統計8日上午6點到9日上午6點為止 徵獲共機9架次 共艦7艘次在台海周邊活動 其中兩架次進入北部及西南空域 最近距離基隆大約97里 而中國的商用無人機 當天下午也出現在金門 在抖音全程直播薄流量 中國無人機飛越金下海域 投地政治傳單 更飛到馬山觀測站附近 預告下一次還要前往金門縣警局和金門大學分批投擲傳單和肉粽 金防部檢視影片後 確認中國無人機沒有飛到營區上空 但部分中國不明人士 不顧破壞兩岸關係負面影響 意圖藉此提升社群流量 無論行為或心態都不可取 金門縣府表示 連續兩天都有不明人士直播遙控無人機到金門馬山一帶 嚴重還可能影響飛航安全 已經要求警局著手調查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也表示 還是要審慎陰影 不管是政治性的傳單 或者是單純拋棄儀式垃圾的廢棄物 是不是在測試我們防禦的盲區 找到我們沒辦法看到的地方 中共對臺持續施壓 國軍也持續整備戰力 即將在七月登場的漢光演習 預計會針對共軍對我外離島的行動 加強演訓 應對中共灰色地帶輕惹 記者朱鋒志成 柏玉 綜合報導 六月九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的五週年 在臺灣的香港人等團體 在臺北舉行了香港自由六月遊行 呼籲臺灣人持續關注香港情勢 不過 今年的參與人數比往年減少 主辦單位推測 是受到今年三月 香港才剛完成基本法第23條立法的影響 而對於支持香港議題 風險增高所指 光返港 指著捍衛民主臺港同行的標語走上臺北街頭 因為九號是香港反送中運動五週年 在臺港人等團體舉辦香港自由六月遊行 呼籲臺灣人持續關注香港情勢 香港的朋友或是對於在臺灣本身會支持香港議題的朋友 其實也是對他們來說會做成一個很大的風險 香港編程今年指出 今年參與人數約六百人相較往年減少 推測是受香港剛完成基本法二十三條立法影響 意圖讓香港人進入寒蟬 不過還是有來臺灣觀光的香港遊客趁旅行空檔 特別到場參加 日前剛服以剛辦國安法起訴四十七名民主派人士的第一批判決出爐 其中十四人遭判有罪 現場群眾也拿出不挑生員 而移居臺灣的香港藝術家 則扮成自由女神現身 期盼臺灣繼續重視中國威脅 由於香港法庭今年五月 對反送中歌曲《願榮光歸香港》頒下臨時禁止令 讓這首歌在香港成為禁歌 有心尾聲 在臺港人集結大合唱 表達即使流亡世界各地 仍堅持抗爭 渴望自由民主的聲音 政院主張立法院的國會局權法案 致愛難刑 等總統賴清德合可之後 將會移請立法院來複議 而立院也必須在十五天之內做出決議 最快十八號院會 就可能針對複議案來進行禁明表決 對於立院攻防戰場 藍綠都祭出輿論戰 將舉行下鄉宣講 習近平主張立法院的國會職權法案 致愛難刑 待總統賴清德合可後 將移請立法院複議 立院必須在十五天內做出決議 否則複議案自動生效 根據時辰推估立法院最快十八號院會 就可能對複議案進行禁明表決 有國民黨立委認為為防範民進黨團杯葛 拖延時間 應再次堅守在議場 讓議事順利進行 兩位對戰術策略賣關子 民眾黨團總交黃國昌 民眾黨則要律為別惡意癱瘓議事回歸民主程序 對此民進黨團指出 並沒有規劃要杯葛議事 反批新一屆國會中 上來是藍白在佔領主席臺 而立院工防戰場也將延伸到街頭 藍綠都祭出輿論戰 民進黨輕鳥全臺飛宣講 將從十四號開始首發場選定花蓮 國民黨的反制行動十五號 則將從賴總統本命區臺南出發 民眾黨則表示不會進行下鄉宣講 根據勞動部的最新統計 全臺有超過五十三萬的青年勞工 而他們勞退平均的提繳工資 是兩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元 這幾乎等於是月薪只有領基本工資 而從行業別來看 大多是集中在教育業 住宿及餐飲 還有零售批發 先放冰塊再倒飲料 最後放上一片檸檬 一杯慶新涼的冷飲就調配完成 三十多歲的青年族老闆 大概在三年前選擇轉行到餐飲業 看上的就是工作彈性空間大 很多新鮮人剛踏入社會都會選擇服務業 主要考量是入行門檻不高 雖然薪資會隨著工作年齡增長 不過從台灣普遍青年定義是十八歲到三十五歲來看 勞動部最新統計有超過五十三萬的青年勞工 勞退平均提繳工資僅兩萬七千七百八十七元 薪資大概只在基本工資兩萬七千四百七十元附近 而清明現象集中在教育業 住宿及餐飲業 還有批發零售業等行業 他比較不是可以跟人有接觸 那他的工作長域相對來講 會覺得比較不會那麼呆膽 那幾個行業本來就是很低薪的行業 然後剛好又都是年輕人喜歡去的行業 這就會造成結果就是他的薪資都是很低 如果你是學非所弄的話 要領到比較高的薪資會有一定的難度 改善青年低薪 學者建議學生在校可以多嘗試跨領域學習 校方則可以提供更多相關職場未來薪資變化成長的訊息給學生 教育結構也應該配合產業發展 例如現在聚焦的AI 半導體等產業 楊宗斌則認為新鮮人可以多花點時間準備自己 放眼未來就業薪資的天花板 新聞急緊來看到 國內白化症患者推估約有兩千名 醫界呼籲政府將白化症納入罕見疾病和國際接軌 另外去年的臺灣藥品銷售排行出爐 產聯第一位的是肺癌標靶藥物 還有為在臺南的莊春人生計公司 涉嫌在非核准場所製造藥品 違反了藥事法 衛福部公告回收下架十二項的產品 來看我們的整理報導 臺南市莊春人生計公司 被查出涉嫌在未經核准的區域 生產領有許可證的中藥藥品 醫藥事法規定未經核准 擅自生產都屬偽藥 依法可處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一億元以下罰金 衛福部也公告業者十二項產品 包括貴婦地黃丸 家衛環少丸 力膽保肝丸 還有民眾常用的紫芸膏等產品 無論是市售或庫存都下架回收 也呼籲民眾避免繼續使用 最新的臺灣藥品銷售排行出爐 去年前二十大用藥中 有將近半數和癌症治療有關 其中蟬聯第一位的泰格砂 是肺癌標靶藥物 藥費金額更將近三十五億元 此外有兩款黃斑布病變用藥 也在前二十大名單當中 凸顯出患者有增加趨勢 白化症是一種基因突變的遺傳疾病 因為缺乏黑色素 頭髮和皮膚都呈現白色 眼睛也因為胃光視力不佳 可能導致學習障礙 推估國內約有兩千名患者 醫界呼籲政府和國際接軌 將白化症納入罕見疾病 讓患者在就醫就學就業 得到更多資源與補助 記者綜合報導 今天是端午節 而昨天獸山動物園就先幫大小動物們 準備了應景的粽子 除此之外 在屏東也舉辦了一場百人倒立比賽 有別於傳統的粒彈活動 比的是把人倒立 參加者動作一致開始倒立 隨著時間一分一秒流逝 陸續有人撐不住 親友團不斷加油 進入決戰時刻 剩下最後五位爭奪冠軍獎金 二十一歲大學生拿下優勝 倒立一分五十秒 每天至少都三分鐘起跳這樣就可以了 端午節前一天 有別於粒彈粒西瓜等活動 街舞愛好者號召在屏東 平岩一九三六基地 舉辦趣味十足的粒人挑戰 跟往年傳統不一樣的一個粒人活動 就是百人倒立的一個活動 然後我們想就是想翻玩這個粒彈的傳統 瘦山動物園則是號召志工媽媽 因應不同動物特性準備各式粽子 但可愛的水豚兄妹對於甘草種不感興趣 仍偏愛青木草 而針對大型貓科動物像是獅子老虎 特製大雙包刺激視覺和嗅覺 裡面的話我們是事先放滿了甘草之後 我們把它放置在像是我們其他動物的壽舍 那還有展區來感染其他動物的氣氛 那我們是希望說來提供給這些像是獅子老虎 來提供他行為的豐富化 紅毛猩猩則是把大型香包當玩具 又拆又棒 動物園營造端午節慶氣氛 要讓動物們一起應景過節 記者裡喜歡孟昭全綜合報導 端午節這一天不僅全臺各地都有龍舟賽 中國以及歐洲也有精彩對決 其中德國跟匈牙利也舉辦比賽 選手認為這是一項需要高度團隊合作 以及默契的競賽 劃起來可真不簡單 在中國江蘇省鹽城市的這場龍舟競賽 各隊選手在最後衝刺相當激烈 卯足全力爭取進入最後決賽 這場名為中華龍舟大賽為全境規模最大 也是端午傳統節慶的重頭戲 最終會有三十六隻龍舟隊伍 約八百名選手進入最後競競 比賽項目有一百公尺 兩百公尺 五百公尺 直到競速以及一千公尺往返賽 並分有男子組跟女子組的職業 精英公開等級別 此前各地分區會有獄賽 在山東東營市 湖北宜昌市 就有外國學生加入 今天是我第一次接觸到了船龍舟 然後我覺得划船很重要的節奏 你要看那個橋橋橋 就是端午節的特色 所以很有意思 在澳門舉行的澳門國際龍舟賽 八號起一連三天 各組各級賽事陸續登場 香港 泰國 新加坡 印尼等多國加入 端午節慶除了龍舟賽 還有粽子品嘗 相包展示跟水上表演 而遠在歐洲也有龍舟賽 選手們認為這項競賽真不簡單 德國杜伊斯寶茲1987年第一次舉辦龍舟賽 並從2000年起每年六月都在內港 舉行盛大的龍舟賽 今年有一百四十支隊伍 近三千名選手參加 匈牙利也有龍舟競賽 中國 俄羅斯均有組隊 公視新聞 黃苑林別議 電視台 訪談進行到一半突然插播人質獲救的消息 讓主播激動的哽咽 以哈撞途超過八個月 八號傳來有人質獲救的好消息 以色列軍方從加薩中部城市 紐色拉特地區救出四名人質 分別是二十一歲的詹恩 二十六歲的阿加馬尼 二十七歲的克斯洛夫 跟四十歲的齊夫 這四個人都是在去年十月七號的 諾亞音樂節 遭到武裝組織哈馬斯綁架 而這四名人質獲救的消息 也讓各地民眾高聲歡呼 四名人質獲救之後 當局緊急引直升機 將四人送往醫院檢查 目前身體狀況都良好 其中二十六歲的中議混血女大學生 阿加馬尼 因為遭到武裝分子騎車綁架時 呼救的影片曾被流傳 因此她的狀況也廣為人知 由於她的母親癌症默奇 正在醫院接受治療 她獲救之後 也前往醫院跟媽媽相會 還接到總統哈爾佐格的慰問電話 阿加馬尼獲救的這一天 正好是她父親的生日 她的父親也感謝國家的救援 表示這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而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也趕到了醫院 探望擁抱了四名人質 也再次強調會持續營救其他的人質 不過哈馬斯也批評乙軍為了營救人質 造成了超過兩百三十人死亡 四百多人受傷 對此乙軍只表示傷亡人數不到百人 也無法得知其中多少人是物裝分子 關於西原陳頌編譯 中文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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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文字幕提供